第三千五百三十三集 雪奇吃完饼干 拍了拍手上的墨子 进帐篷就换了一套潜水服 这东西是他之前强烈要求茶属给弄来的 他是觉得 穿长服下水实在是影响行动 而且上来之后还会湿身的 换好了衣服 雪奇从帐篷里出来 叶少阳拖着下巴上下打量着 被雪奇狠狠地瞪了一眼 干什么我什么都没有 走到水边就跳了下去 所有人都开始紧张地等待 这大概过了十分钟左右 原本平静的水面突然无风起浪 但是跟一般的水域的浪有不同 好像一锅水被满满地烧开了似的 水花从最中间的四周翻了起来 水花越来越大 像是整个水库的水被烧干了似的 叶少阳敏锐地发现 在反腾起来的黑水里隐约泛着一些红色 是雪 少阳 谢雨晴有些担心地捏住了叶少阳的胳膊 叶少阳什么也没说 把大喇叭交给王小宝 让他多说话 鼓励大家进水下去 千万不能离开法滩 不能停止做法 不然就千功尽弃了 说完他开始脱衣服 为了节省时间 之前他已经换好了泳裤 身为一个男的 他是觉得没必要穿什么潜水服 拿上了七星龙泉键 将碧水珠含在口里 一头就扎了进去 因为碧水珠的存在 再如水之中 以的身体为中心 始终有一部分空气存在 这样在水下也能够呼吸 下水之后 叶少阳立刻觉得 这比一般的水要冷得多了 越往下面走 阴寒之气就越浓 水流往上的冲击也越强 叶少阳的心中感慨 不是自己嘚瑟 这得亏是自己 换个人还真是连深水蛆都下不去 放眼看去 四周躯一黑一团 闪面看不见 叶少阳用指甲 掐住掌心雪奇的婚页 传递了一个信号 等了一会儿 雪奇也给他回了一个信号 叶少阳根据感知的方位 继续往下游 大概游了十几分钟 水流更加汹涌 叶少阳加快了速度下去 打开了天眼 穿过区域黑的阴寒之际 看到了雪奇的所在 在身边围着好几个大块头的 说不好是什么形状的生物 双方正在厮杀 雪奇虽然不如橙子那样 在水中有加成 但也十分灵懂 在几只邪悟中间 游人有余地穿行 叶少阳靠过去的时候 他刚刚杀死一只大的 叶少阳摸了过去 本想偷袭其中一个 结果就被发现了 这个长得跟幽灵似的东西 立刻摸了过来 张嘴吐出了一大团墨绿色的东西 像一只水箭射了过来 叶少阳转身逼广 把箭一箭砍了过去 直接就给砍成了两半 这个全身好像一团半透明的塑料布 揉起来的东西 分成两半之后 朝水底坠落下去 虽然看上去 叶少阳一击笔杀不要太轻松 但方才照面之间 他也检测出了这邪武的实力 大概有魅这个等级 实力大致于相当是道士中的天师境界 在这阴水河中 实力又有加成 怪不得这七八个能 围入雪奇一个大 烈风还在下面 大概还有几十米山 雪奇看见叶少阳 立刻游到他身边说 你继续下 我来帮你清理 雪奇继续往下窃 叶少阳紧跟着 挡在他身后 迎着那几个外星奇特的邪武 一口气解决了他们 也跟着往下沉 在水下斗法的感觉实在是糟糕 叶少阳感觉了一下 自己最多只能发挥出六七成的实力 而且随着下沉过程中 阴寒之气越发压迫 博士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随着下潜 从下面又不断出现了很多奇怪的生灵 叶少阳大致观察 有一些大概在典籍中见过的 更多的则是没见过 不过见得多了 他也总结出一些规律 这些生灵虽然外星奇特 但身上也有水族生物的特征 例如有一种外壳长成八角形的鬼 进攻手段像是轴一样不断旋转 释放出强大的灵力 偏他外壳硬的像个金属似的 还有一种浑身蓝色 头大身子小的鱼 长得像是人间的大头帘子 攻击方式是不断地往外喷吐出 灼热的气浪 威力非同小可 这些都是阴水河里的低等生灵 谈不上善恶好坏 他们的性格就像是自然界的猛兽 会攻击进入自己范围之内的任何生灵 真正的恶灵 在阴水河中那些已经生出灵质 然后被无际鬼王笼络掌控的生灵 这些才是最难对付的 在继续下沉的过程中 叶少阳遇到了几个这样的生灵 开了天眼的他能够看到这些生灵头顶心 一抹红色 那便是神志存在的特征 他一路杀了过去 一边释放真气 来抵抗不断袭来的强烈的阴寒之气 直到出手和行动之间动作越来越迟迟 就好像身处在粘稠的泥潭中的那种感觉 如果是小范围的 依他的实力基本上是无视的 但这里是阴水河 就算是强如他 也没办法凭着自己一己之力 对抗阴水和源源不断的阴寒之气 所以下到一顶身处之后 叶少阳实在是无法前进了 而且涌上来阻挡他们的前进的生灵 也是越来越多 种类和实力也越发强大 你怎么样 叶少阳在鱼群中间杀出了一条血路 抓紧问血气 我还好 你别忘了我本尊也是阴水河圣灵 在这里并不会不适应 只是这些圣灵太多太麻烦 再往下 我怕不是对手 距离裂放 还有多远 一百米吧 血气站在水中赶直了一下 判断道 不到一百米 那你放心去吧 我保护你 叶少阳摸着他的脑袋说 我会去请你吃冰淇淋 走开 血气望着眼前黑洞的下方 刚被叶少阳清理过一番的水域 再次涌来了各种大小薄衣的声令 蜂拥而止 血气深吸了一口气说 叶少阳 你可得保护好我 我要是死在下面 我可跟你没完 你这话有语病 你要是死了 你怎么跟我没完 血气一想也是 想着改口说点什么 被叶少阳在身后推了一把 说道 快去吧 死不了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没办法